对你有意思的人是不会直接对你表白,而是这样吸引你。 遇到感情的时候,男人是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其实面对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女人,她是不会直接和这个女人表白的,而是这样吸引你。 很多女人觉得,要是一个男人爱上女人,肯定会直接表白。 心里有这样想法的女人,肯定是偶像去看多了。 其实当男人认定一个女人后,是不会直接表白的,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,让这个女人喜欢上她,了解她,然后再表白。 面对感情的表达,男人往往是迟钝的,因为男人想的比较多一点,更理性一点, 而女人往往是直接的,因为女人更单纯一些。 女人觉得只要喜欢在一起就没错。 一,先了解你的情况。 男人对你有意思了,但是和你不是很熟悉,他就会从你的朋友那里下手, 从朋友那里了解你的生活,你喜欢什么,你是哪里人等等。 只要是和你有关的,他会了解清楚,他是不会直接问你的。 因为当一个女人,面对一个不熟悉的男人,要了解自己这么多的情况的时候, 女人是排斥的,或没有安全感。 男人从你的朋友中了解你,也能说明男人很细腻,想得很周到, 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你。 当把你了解清楚之后,男人才会有进行下一步。 二,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他会正式出现在你的世界里。 当他在了解你的过程中,肯定会发现,你遇到困难了。 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想好帮你解决的办法, 然后以一个爱帮助人,热情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。 这也是男人想通过这次机会告诉你, 从现在开始,已经正式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了。 以后只要你有困难,或者是什么需要, 他一定会帮你。 这样一直帮,女人会对你有依赖。 只要有困难了,女人就会找你。 这个时候已经成功一半了,但是还不能表白, 还要吸引女人了解你的生活。 三,让女人慢慢了解你。 在女人面前保留一些神秘, 要开始一段感情,就要了解对方的生活, 习惯,性格,爱好等等。 当这些都了解清楚,才知道对方适不适合自己。 当男人了解全女人后, 男人也要给女人留一些时间, 让女人了解你的生活。 男人尽量要在女人面前保留一些神秘感, 当女人觉得你和其他男人不一样, 你是独特的。 当女人了解全你之后, 接下来你找一个合适的时间, 或者是特殊的节日, 再向她表白。 这个时候表白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。 对你有意思的男人, 是不会直接对你表白的。 如果在生活中你喜欢一个女人了, 千万不要一直联系。 她会觉得你很烦, 更不要直接说你爱她。 女人会觉得你的爱不值钱, 随便就能说出来, 而是要慢慢来, 吸引女人对你产生兴趣。 当女人对你有好感之后, 你再向她表白。